你知道这个有多贵吗 别再抱怨我家鱼游贵了 贵有贵的道理 就我家鱼游这程度 欢迎各界大佬来打假测评 勘诈评 太贵了 不能吃 贵有点心 买了金凯撒鱼游 249 道种计核 这一位来的广东叫爱亏的粉丝 爱特我测的 自从那小青龙以后 爱特我测的东西是越来越贵了 你们是巴不得看我破产是吧 还贵了 这一盒里面有30粒 算下了一粒就有8块3呢 这价格已经普遍高于市面上的鱼游了 今天我就要看它凭什么这么贵 不能吃 这么贵买回来的鱼游 这敢不能吃 我能把天给捅个哭了 哇 它的唇度高达95% 不得不说 这是我见过唇度最高的鱼游 它欧米加3不饱和脂肪酸理 EPA和DHA的成分也非常的高 红维又垫醒 据说鱼游唇度越高 颜色越接近于透明 可以看到 这么大一颗确实很清透 卡一下 我是直接吞下去的 没咬过也没有卡到嗓子 所以也没有感觉到腥味 总体来说 便宜有便宜的原因 贵有贵的道理 这个品质确实不错 我吃一段时间再做评价 这东西真有商家说的那么完美吗 很多人都说呀 收到这个奶枣啊 出乎意义的好吃 外边是一层奶粉 第二层呢 是一颗红枣 中间是一个巴格木 真的 特别的好吃 摊差评 老粉丝 巴格木很小 多甜 买了这后9块6一包 净开了125克 这是又来自内蒙古叫胖头条的粉丝 爱着我测的 说关注啊 20年半了 下面我逼着你们刷屏的艾特 艾特人多了 师兄一定测 但可别说 如果不测 就炸我评论区这种话 上次我都测了 你们还在评论区轰炸 我真是酸Q了 先看配料表 里面有青江灰岛 巴达木 全汁奶粉练入粉 黄油盐 配料确实挺干净的 保持是100天产地 张东枣装 拆开看一下里面够多少 1 2 845 6789 里面一共10个 平均一个9毛9 造沸英 它外面裹着的应该是奶粉 里面起来确实挺硬的 里面是枣和巴达木 巴达木恨笑 配料表 第二位就是巴达木 把里面的巴达木 抠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巴达木个头确实不大 这是跟拇指对比的大小 厚甜 看到这里 别忘了点关注我多谢 尝一下 它外表吃起来奶香奶香的 里面能吃到枣的香甜 和巴达木的香味 不算厚甜 除了口感有点偏硬 巴达木小一点 没其他的问题 总体来说挺好吃的 不可评价